我们一定平时有空 要抽一点时间来学习 有人说阿贵教授呀 我每天要忙 回到家里还要跟孩子互动 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 怎么办 要懂得借力 各位 这张片子大家一看就知道 穷人是靠卖力的 富人是靠借力 看完这张片子 大家就明白 为什么人家会富有 人家能成功立业 所以我们有一张片子 大家看看 一加一等于二 这叫数学 一加一等于十 这叫整合 所以未来的世界 我们一定要有趋势的思维 要有创新的思维 要有整合的思维 那懂得借力的思维 我相信 我们就很快的拥有智慧 分析的思维 我们就应该 使用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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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